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APPA7GID作为一款著名的OLED分析引擎 从2012年的0.1版本开始 十年模一届 终于迎来了最新的27.x大版本 使得整个架构设计和性能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本次演讲我将带着大家深入了解GID的发展历程 以及最新版本所带来的强大功能 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简单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我除了是Shopee的技术专家 同时也是APPA7GID的Committer和PMCMember 极客时间的千位讲师 宇宙湾是一个我维护了近十年的个人技术博客 新书加要编程问题目前已经定稿 预计今年真实上市 敬请期待 好 话不多说 我们真实开始 本次我们分为五个部分进行介绍 先看一些相关背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ID是什么 GID是一个高线能的实时的分型数据库 那么GID是如何做到高线能的呢 主要有这么几点 劣势存储 Bitmap倒排索引 数据压缩 SMD实量化加速 缓存系统等等 而GID的Lambda架构 也使得其能支持实时数据的写入和查询 同时GID作为一个OLAB引擎 也内置着非常丰富的查询算子 以满足各式各样的分析需求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这里有一幅维恩图 我们可以看到 GID兼备了实际数据库 数据仓库和全文检索引擎的部分特点 分别可以简单类比为 EFRAST DB HAVE 或者是ELECT SEARCH 当然这样的类比是不够严谨的 它们的内在设计是存在诸多不同的 具体细节这里也就不展开了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会后访问DB Engines 数据库对比网站 那GID具备哪些核心特性呢 从官网文档 我们能看出一共有八个主要特性 接下来我们逐一分析这些特性 首先GID采用了劣势存储模式 基于数据按照列进行存储 而非按行存储 这一特点带来了很多优势 其一是数据压缩 劣势存储可以实现高效的数据压缩 因为同一列的数据类型都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选择最合适该数据类型的压缩算法 这样不仅可以显著减少存储空间 而且由于数据压缩后的提及变效 读取速度也会得以提升 其二是快速查询 劣势存储特性允许机会的 在读取数据查询时 只读取和查询相关的列 而不需要加载整行数据 这对于大数据场景下的聚合 过滤的查询非常有效 因为这类查询往往只涉及 大宽表的部分列 此外劣势存储也有利于 建立更高效的所有结构 进一步提升查询性能 其三是提高读写磁盘的性能 由于劣势存储可以实现 更好的数据压缩 因此在读取数据时 需要从磁盘读取的数据量更小 从而可以减少操作IO的次数 提高读写磁盘的性能 另外列势存储的数据模型 也更符合现代硬件的特性 可以更好地利用CPU缓存 进一步提升查询性能 总之 通过列势存储 就要实现了高效的数据压缩 快速的数据查询 和更高的磁盘性能 这一特性也几乎是 所有OLEV引擎的标配了 这第二个特性 便是倒白所以 它也被据得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力 首先是加速查询 通过将字段值 与含有该值的行进行映射 倒白所以让据得能够 快速搜索出我们想要的记录行 然后还可以节省存储空间 利用索引压缩 倒白所以不需要为 每一行的每一个字段 存储原始的值 只需要留下该值的索引即可 有效地节约了存储空间 同时还能提高查询的数据命中率 这是因为倒白所以将数据进行的预处理 在查询过程中 我们只需要检索这个索引即可 从而大大提高了查询的速度 和数据的命中率 这是GIT能够做到实时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里的流P一体 其实是应该打算引号的 因为GIT虽然同时支持 实时处理流数据 以及批数理离线数据两种场景 但是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仍然需要维护两个任务的配置 与意义上也存在着细微差别 所以还不能算是完全体的流P一体架构 不过当前就带的流P一体 仍然给GIT带来了一些优势 比如数据处理的实时性 GIT通过给实时数据创建索引 以保障新数据的可见性 同时GIT还可以处理实时数据流和历史数据 满足了各式复杂的业务需求 再者 构建架构的简洁性 由于GIT的支持流数理和P数理两种模式 这样我们只需要用GIT的这一个组件 使得整个架构更加清晰 也更易于维护 还能提高我们机器资源的利用率 我们再来看看动态结构的特性 模式演进 便是其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GIT允许用户在不中断服务的情况下 修改数据模式 这对于需要随时间变化 而且不能容忍停机时间的业务来说非常有用 如果想在数据流中添加一个新的维度或指标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直接发送包含这个字段的数据 具有的将自动识别并处理它 这保证的系统的可扩展性 也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松的调整和改进数据模式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更进一步 甚至我们可以完全不预设任何表结构 这在处理结构复杂或者多变的数据变时非常有用 比如日制数据或者社交媒体数据等等 第五个就是时间分区特性 因为GED通过时间分区来的数据进行索引 每个分区都与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相关联 当进行时间范围查询的时候 GED可以直接定位到包含给定查询时间范围的分区 从而避免全秒扫描 同时在删除过期数据时 也可以直接删掉整个过期的时间分区 当然对于历史数据的归档也是同理 而当我们想要查询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数据时 也能提高数据的查询运动率 从而保障我们的查询性能 支持SOCO查询的好处显而易见 SOCO作为一种生命性语言 其可读性很高 我们很容易就能从字面上理解出查询意图 当然一条SOCO十几兆的极端情况除外 那种用编辑器打开都要好几分钟 此外SOCO是业内标准的查询语言 大多数从业人员都或多或少地了解过 所以学习成本很低 即便NO SOCO也逃不过真相地率 变成了NOT ONLY SOCO 并且JIT还支持了很多复杂的SOCO查询 包括聚合 过滤 紫查询以及Join操作等 目前支持了Broadcast HashJoin和SortMergeJoin两种策略 前者适用于小表Join大表 后者则可以用来处理两个大表之间的Join查询 JIT还对查询进行的RBO优化 一些类似于位置下推 列裁减 长量折叠等 常规操作也都支持 最后JIT的SOCO是标准的JDBC查询 很方便我们进行集成 其周边生态也很完善 已经有很多查询引擎和可视化平台集成的JIT JIT共同为用户提供了强大的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能力 水平扩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因为JIT从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便是分布式架构 因此可以非常容易地通过添加节点来进行水平扩展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量和卡项负载 并且JIT的集群可以自动识别新节点 做到无停机的添加或翻出节点 此外JIT还内置了UI页面 我们可以在扩缩容的过程中 更直观地监控和管理集群状态 更值得一提的是 JIT还支持在异购硬件上部署和运行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工作复合 来选择合适的硬件配置 进而降低运行成本 因为不同的业务可能会有不同的资源偏好 比如CPUB机型或IOB机型 最后我们来看看自动负载均衡这一特性 JIT能够自动将数据和查询负载 均匀地分摊到可用的节点上 避免手动调整和配置 可以节约大量的人力成本 如果某个节点发生故障 JIT还能及时地进行故障转移 确保整体服务的可用性 更进一步 JIT还能根据数据的分布情况 自动进行存储平衡 避免出现热点 从而保证查询的性能 那JIT是如何做到的呢 本质上就是这个二重定积分公式 其中X代表需要被重新加载的segment 它覆盖着时间范围是 X0到X1 Y则是Historical上的某一个segment 其时间范围为 Y0到Y1 另外Namda是二十四分之二的自然对数 表示Cost函数的半衰期为24小时 该策略是在ApiGrid的0.9.1版本中引入的 其大体思想是 先随机选择一个segmentX 然后分别计算它与Historical节点上的 每一个segmentY的Cost 最后选出Cost值最小的节点 并在该节点上加载segmentX 如果两个segment对应的时间段相距越远 算出来的Cost值也就越小 那么同时出现在一个Historical节点上的概率也就越大 实际效果可以通过这个动图进行可视化展示 图中一个点代表一个segment 而不同的颜色就用来标识来自不同DataSource的segment的文件 横坐标表示不同的Historical节点 重坐标表示Segment中的Interval的起始时间 我们会发现慢慢的segment在各个Historical节点上分布得更加均匀的 这避免查询时命中的segment都集中在某个Historical节点上的热点问题 以保证查询的性能 并且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 不需要人为参与 可以降低运维的人力投入成本 当然除了这里列出来的还有很多其他特性 例如多副本 能热分层存储 查询队列 始量加速等等 实际缘故这里就不展开介绍了 我们接着往下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常见的应用场景 首先点击楼分析主要指追踪和分析网络用户点击路径 最为的可以高效处理大规模的点击楼数据 使得我们可以实时的分析用户行为 构建漏斗模型 以优化网络布局 并改善用户体验 在金融领域 最为的可以用于实时风险分析 如信用卡 欺诈检测等 利用其强大的实时分析能力 可以快速的发现异常行为 从而有效的降低系统风险 GID还可以用于存储和分析大量的网络性能数据 如延迟 数据包丢失率等 可以帮助网络工程时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同时GID作为实践数据库 特别适合存储和分析服务器指标数据 如CPU使用率 内存使用情况 词牌Io等等 帮助运维人员持续观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一旦服务器出现问题 也能方便进行分析和定位 以及后续的一些回溯和复盘 在制造业中 GID则可以用于实时分析各种制造指标 如产量 质量 设备效率等等 为决策者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 进行生产过程的优化 GID也常常被用于分析应用程序的性能指标 如响应时间 错误率等 帮助开发者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APM场景 因为GID支持如聚合 过滤分组等复杂的OLEV查询 所以也可用于BI和报表等应用场景 总而言之 因为GID具备实时处理大规模数据的能力 以及高效的查询和分析特性 所以非常适合以上这些应用场景 目前全球有上千家公司正在使用GID 其中将实际落地案例 主动反馈到GID的官网的企业 就有180多家 当然也包括我们Shopee 在Shopee的具体应用场景 后面会详细展开 相关背景介绍完了 想必大家对GID是什么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些相关的概念 首先是关于GID的相关专业术语 Router提供了一个统一的API网关 和可视化的WebUI页面 Broker就是我们熟知的查询节点 MidManager会负责管理Overload 分配过来的Task任务 Historical则会根据Colinator的指令 存储历史数据 其次是语编身相关的专业术语 Docker应该就不需要多多介绍了 这是一款广为人知的农金化引擎 Helm是Kubernetes包管理器工具 当然可以简单理解为Manager和Java的关系 不过这里Helm主要管理的是 Chart的第三方依赖 比如ZK、PG、MySQL等 Operator是一款支持自定义的Kubernetes控制器 我们可以通过KubernetesClient 编写非常复杂的容器编排逻辑 Hubber则是用来存储镜像的仓库 最后是CICD、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 我们选用的是ArgoCD解决方案 基本实现了GateOps理念 关于这一部分我们稍后会进行详细讲解 这里就先不展开了 Gate的数据模型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 首先是时间序列 Gate作为时序数据库 所有的查询及索引过程 都与时间维度紧密关联 其底层使用绝对毫秒数存储时间戳 默认使用ISO标准的格式暂时时间 其次是维度列 包括字符、数值、多值等类型的数据 这些维度列可用于过滤、筛选和分组查询 最后是指标列 主要包含数值型数据 可以用于执行聚合和计算操作 这是从逻辑角度描述的数据组织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些数据在物理层面是如何被存储的 图中横坐标是时间轴 蓝色方块Sigma的文件也是基于的中最小的调度单元 一级索引 基于时间进行切分 本质上会表现为不同的文件夹 二级索引 根据Paticin分区策略进行切分 本质上会表现为不同的Sigma的文件 目前基于的支持四种不同的分区策略 第一种策略会优先保证写入性能 如果查询的模式比较简单 且不需要进行大量的聚合操作 那么使用基于技术条素的分区策略即可 而如果需要进行一些复杂的Grooveby聚合查询 则可以考虑使用Hashi分区策略 要是大部分的查询都是基于某一个维度 那么第三种策略将是首选 最后一种分区策略 比较适用于对指标值进行范围查询的场景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业务需求和数据特性 来选择最合适的分区策略 另外如果在数据完成写入后 发现之前选定的分区策略并不合适 需要进行调整 那么基于的也是支持的 我们可以使用reindex或者compaction任务 来重新构建分区 如果二级索引拆分后的 单个segment的文件的大小 超过了mmap的内存寻止限制 基于的内部会自动将其拆分成多个文件 进而形成三级索引 如此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数据的本地性 并提高查询的命中率 好的让我们再深入探索一下segment的内核 为了节省存储空间 在底层存储上segment的实际上是一个segment格式的压缩文件 解压之后会发现里面包含的这四个文件 version.bin是一个二进制文件 用于传组segment的版本信息 我们可以用XXD命令 加二进制转换的16进制 这里以最新的D9版文件格式为例 我们能看到数字9 MetaSmoosh是一个可读的文本文件 存储着segment的原数据信息 例如时间范围 维度和指标信息 因为原数据体量一般不会很大 这里我们直接用Cat名领查看 可以看到第一行显示了文件大小的上限是两GB 并且三级索引只有一个文件 第二行包含的时间戳的原数据信息 下方箭下方箭Time是Git的关键字 其他维度指标是不可以用这个名字的 第一个0代表了Smoosh文件的下标 第二个0代表了从第0个字节开始区列化 最后1106表示到第1105个字节结束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范围是前壁后开的 第三行包含的Count指标列的原数据信息 同样的这三个指标依次代表了文件索引 序列化区间范围的开始和结束 factory.json也是一个可图的阶层文件 包含了segment的序列化信息 指明的应该使用哪个类进行反序列化 000000.smoosh持续的用于存储实际数据的文件 包括了时间戳维度值和指标值 通常这些smoosh文件会按照2GB进行分割 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级索引 如果某个segment的数据超过了2GB的大小限制 那么就会生成多个smoosh文件 比如00001.smoosh,00002.smoosh等等 此外我们会发现 奇味的是数据索引一体化的设计 局部的倒白索引带来了另一个好处 是可以避免时间线膨胀 这种设计的优势如此明显 因此InfraDB从1.0升级到2.0的时候 也重够了索引结构 从全局索引变成了分片级别的局部索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很关键的特性 Rub 用Grid的Rub功能可以有效地进行数据聚合 降低存储的数据量 以提高残渠性能 当需要处理的数据量非常大时 原始数据的存储和查询 可能会消耗大量的机器资源和时间成本 而通过Rub继续合 可以显速地减少数据的存储空间大小和查询延迟 并且对于时间序列数据 我们通常关心的是一段时间内的整体趋势 而不是每一个时间内的精确数据 另外在多维数据分析中 我们通常需要对不同维度进行组合和对比 通过对维度进行聚合 我们可以使此类查询更加高效 如初所示 左边是写入到具体的原始数据 右边是经过Rub续合后的数据 这里我们的聚合时间力度是天级 所以聚合后的数据只保留年月日信息 之后相同的域名和性别会被聚合成一条数据 然后点击次数累积成1 同样另一条时间线被累积成的3 最后一条时间线点击次数被累积成的2 当然Grid除了可以进行累积运算 还支持Pound Max Mini等算子 而如果需要存储原始数据 我们可以在写入任务中将Rub参数调等为Force 从而禁用Rub功能 这样在数据写入的过程中 Grid就不会执行任何预计和操作 直接保存原始数据 接下来我们再来过一遍Copletus相关的组件 首先是一些核心组件 API Server API Server提供了资源操作的唯一入口 不仅支持了健全防控制 集群状态变更 还负责API注册和发现等功能 并会以Resport接口的形式提供服务 Controller Manager负责维护集群的状态 比如进行故障检测 滚动更新等 Schedular负责资源的调度 按照预定的调度策略 Pound Pod调度的最合适的机器上 CoopNet则负责容器的生命周期管理 然后是Controller Runtime 负责容器的运行时 本质上它是一个接口规范 可以方便我们使用ControllerD 这里更轻量的解决方案 最后是类似于ZooKeeper的一个ETCD组件 它负责存储整个集群的状态 包括CoopNet的节点 Hot的配置 热角色和权限等信息 再看一下CoopNet的常用插件 CoreDNS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提供DNS服务的插件 可以将服务名解析成IP地址 这样在CoopNet集群内部的服务 可以通过服务名相互寻职 而不需要知道对方的具体IP地址 EnglishController则为服务提供 外网访问的入口 在大部分场景下 这两个插件都是必须安装的 而Dashboard则提供UI可视化页面 我们可以在上面找到大部分 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还可以进行一些域媒操作 包括扩锁容节点数量 修改资源配置等等 5-bit和Matrixbit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容器认识 和指标数据的持久化 通常我们会采用DNS的模式 将其部署在所有的 除非连续在节点上 安装这三个插件 能够显著提高我们的效率 所以是强烈推荐安装的 最后是可选的Federation 集训联邦 可以实现全局的负载均衡 和资源同步 现在我们知道了 最新版本的GID的全貌 那么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看一看 GID是如何从0.1版本 逐步演化到当前架构的 之前我有幸邀请到的Eriko 给小匹的DIGID主作分享 他是写下第一行GID代码的人 当时Eriko在日本生活 幸好和新加坡的时差不大 因此那次分享的安排 还挺顺利的 之后我们得以了解到 最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要创建GID的项目 当时Eriko遇到了两个痛点 首先数据开发需要编写 MapReduce程序 会非常的耗费时间 其次 使用Hive进行数据分析时 Eriko当时的业务场景 需要数小时才能得到分析结果 效率非常低下 再后来2012年 GID便被贡献给了开源社区 当时的Github地址 还不是现在的Apple XGID 而是GID.ro 进入Apple XF化系 也是后面的故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2012年到2013年期间 GID如何从原始版本 发展到稳定的0.6版本的 前面我们讲过 GID不仅支持 实时的写入流适数据 还支持批处理离线数据 实时数据会被real-time节点接收 然后和离线数据一样 都会被写入到Deep Storage的 底层存储中 数据写入完成后 用户可以通过Client 向GID的Broker节点发起查询请求 Broker则会将查询下发的real-time和historical节点 进行数据检索 那么GID支持哪些类型的Client客户端呢 其中包括了面向对象的变成语言 Java,Skala和Ruby 也有脚本语言Person 数据分析R 前端JavaScript的 含数据变成Cruiser 也支持联邦查询引擎Pristal和Chino 以及使用Cosite进行JDBC查询等等 这里MySocle作为Grid的原数据组件 负责存储DataSource,Segment和Task 及相关的一些配置信息 在0.5.29版本中 Overload还被称为IndexCodinator 默认和Codinator组件 跑在同一个JPM进程中 所以这里的Codinator 不仅负责Segment的负载均衡 还会负责Task任务的管理 不过在新版本中 这两个组件默认运行在不同的进程中 当然也可以调整参数合并这两个组件 但是更建议独立运行 因为这样可以带来自边隔离 City度性能调优 扩展性更高 固档隔离等等 JuKaper主要负责管理机器的当行状态 具体包括Codinator和Overload节点的Leader选举 Historic节点发布Segment的协议 Codinator和Historic之间Segment的 加载和卸载的协议 Overload和MidManager之间的Task管理 Historic进程主要负责 存储和查询历史节点 它会从Deep Storage中下载Segment的文件 并响应针对这些Segment的查询请求 如果使用的是最新版本 我们可以直接查询Deep Storage里面的数据 不过该功能目前处于实验性阶段 生产环境请慎用 在2013年到2019年期间 GiD从0.7抵代到了0.1的版本 此时GiD抽象出了MidLead Storage模块 原数据库不再仅支持MySQL 还可以选择Derby和PostgreSQL 为了方便测试 此时默认的原数据 从MySQL面成了Derby 不过生产环境还是建议使用 MySQL和PG 新的Rooter组件也正式发布Stable版本 可以尝试用于现场环境 并开始逐步支持SOCO查询 期间0.13版本开始进入Apaq的孵化器 从0.16版本开始 Apaq GiD彻底删除了 RealTime Node相关的插件 随后0.17是GiD成为 Apaq顶级项目之后的 第一个Release版本 这里我们详细对比一下架构演化前后的区别 旧版本下 全块内底采用的是Pooch的方法 则完全无法实现不丢不同的特性 引入Puva Indexing Service之后 GiD便支持了Exactly Once的特性 并带来了很多优势 比如KS任务能够不受窗口限制的影响 从卡法读取非进行的事件 另外Supervisor会监控所有任务的状态 以便管理故障 并保证的可伸缩性和异附性性的特性 虽然新引入的KS有诸多好处 但事实上并不存在银弹 因为KS采用的Poole的方式搜索数据 必然会存在拉曲的频率一说 该频率有Offset Feet Period的参数控制 默认30秒会拉一次 而最快的拉曲频率也只能是5秒 那为什么不能设置更小的值呢 那是因为 如果过于频繁的向卡法发起寻求 可能影响到卡法的稳定性 这是我们需要进行权衡的 从2022年的24.0版本之后 Juid引入了很多重大特性 比如MSQ 多接待查询任务引擎 使得Juid可以在SOCO中使用insert语句 相比之前提交Task任务进行数据协入 再通过SOCO来查询数据的模式 现在整个读写都闭环在了SOCO中 不再像之前那么割裂 还有MidManager on Kubernetes模式 使得MidManager节点更加轻量 之前MidManager上所有的批用 都运行在MidManager自己的容器内 导致单个MidManager容器 申请的资源非常庞大 使得整个集群的调度比较的困难 很多碎片化的资源 无法被充分利用起来 新模式下 资源调度的单位 从MidManager变成的批用 不仅可以充分的利用碎片化资源 还能做到随取随用 极大的提升了整个集群的资源利用率 还有几百个新特性和优化 在这里很难全部都介绍一遍 欢迎大家访问GID的release页面 以获取更多的细节 从前面的介绍 想必我们能看出 GID内部各个组件的职能非常内聚 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出云原生的优势 极大的提升服务的稳定性和性能 以及安全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GID的运行 在Community之后 内部的组件之间是如何交互的 我们从流量入口看起 通常读写请求通过可视化页面 或者后台程序发起 进而被GID接收到 我们可以看到GID内部的各个组件 都是多副本的 架构设计上是没有任何单点问题的 这也是为什么相比于其他很多数据库 GID更容易实现微原生化 因为GID组件的职头划分非常到位 很容易映射到Pod进行生命周期管理 而每个组件内部的功能又十分内聚 新节点还可以被自动识别 并添加到分布式集群中 我们也更容易用HPA或者VPA扩缩的策略 使得整个集群更加弹性 然后是ZK作为配置中心 负责Overload和Linator节点的选择 任务分发等 而PG则是原数据存储引擎 包括DataSource Segment和Task原数据信息 HDFs则提供底层存储 所有的业务数据都将全量的存储在HDF集群中 并根据Metage Raw加载到Hedronic节点中 以加速查询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查询HDFs的数据 即便Hedronic上没有加载这部分数据 然后是系统监控部分 目前有三个层面的指标监控 分别是物理机层面 设备的层面 和GUD的Metrics层面 首先Promicius从物理机的角度进行指标监控 我们就可以知道某一台物理机的附载情况 其次是MetricsBit 从Service服务层面进行一个指标监控 并作为扩缩容的依据 再者GUD的自身也有Metrics System指标监控 能够洞察协入和查询的性能表现 当然我们也有结构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全量度分析 以便快速定位到某一个环节的瓶颈 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通常我们会发现 各个监控组合起来 往往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但是我们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舍 建议大家逐步的迭代 以获得更加全面的分析视角 而不是一味的进行堆计 因为只有控制好架构的复杂度 我们才能更好的降低系统的风险 最后是Kubernetes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Ingress作为流量入口 对Service进行的更高维度的抽象 而Service会将流量复材均衡后 从定向到Kubernetes Proxy 随后在代理转发到最小调度单位POD上 而POD也分无状态和有状态两种 前者包括Root Broker Cordinator和Opload等 后者包括MidManager Historica ZooKeeper PG等 并且这些有状态的POD 还需要声明PV持久券 方便存储数据 而为了避免跨Kubernetes节点访问 通常我们会增加节点亲核性 以保证数据的本地性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 有状态的POD组成了State for Set集合 而无状态的POD组成了Reply Set集合 而为了便于版本控制和声明周期管理 Reply Set的技术之上 还抽象出了Deployment的概念 所有的这些机群状态 都被保存在了KubernetesMust节点的ETCD中 最后CtrlManager维护机群的状态 Schedule进行POD调度 并通过API Server提供统一的交互入口 相信到这里 Grid的原本人化的架构 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黑盒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Shopee是如何落地应用的 首先我们会给各个核心业务 提供Grid onCopletus独享集群 以保证稳定安全高效和低成本 其次我们还会构建配套的 Graphon onCopletus独享集群 并内置一些基础的监控面板 如TPS介入 KPS查询等等 并给到业务的admin管理员权限 方便业务方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需求 定制化设计相应的监控面板 另外部分业务可能还会有 二次开发Graphon的插件的需求 但在独享模式下 即便现在出现了bug 导致了Graphon的故障 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业务 也更容易进行升级和迭代 当然为了支持多样化的业务场景 我们除了Graphon 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可视化方案 Turlino可以通过拖拉机的方式 快速地构建出想要的监控面板 Governet Dashboard可以实现 运维和监控的一体化 SuperZ支持了海量的图标类型 核汽力度的全新管控 Kibana还可以对日式进行可视化的呈现 和高点配置 所以总有一款能够很好的 契合我们的业务需求 这是我们的架构总图 主要化盆为六个层面 最上层的是业务层 主要包含的用户行为分析 商品推荐 销售数据 品牌 网络性能 核心指标 广告收益 应用轨迹分析 画件电商分析 内容推荐等 可以看出Grid在Shopee内部的应用 是十分广泛的 第二个是平台层 包括了DataStudio 数据集成平台 Torino 联邦查询引擎 DataHub 数据迁移工具 DataGovernment 数据治理平台 MadeMart 原数据管理系统等等 可视化成 包括了Grid自带的Web UI Combination Dashboard SuperSat Graphana 以及业务方自己实现的前端页面等等 接下来是引擎层面 TG作为Grid原数据存储 H-Defense作为底灯存储 进入全量的业务数据 ZooCable作为配置中心 TabHub实时数据写入 HDFS离线数据导入 同时也支持了Spark数据分析 ElansticSearch负责日子存储 Grid通过MetricSystem进行自监控 Graphana再负责告警 随后我们再来看一下GetOps层 我们将整个发版流程 划分成了四个部分 开发 测试 预发 正式上线 和传统发版不同的是 我们交付的是Docker镜像 并使用Hubble作为镜像仓库 进行存储 同时使用原原式架构的极权 通过容器化运行 保证的测试和限量环境完全一致 我们再也不用担心 代码通过了测试环境 结果在线上跑不通的尴尬场景 最底层是我们的Kubernetes层 我们在不同的IDC机房 各自搭建的一套对等的Kubernetes集群 并在Kubernetes集群之上 为各个核心业务 构建的独享的Grid集群 我们集群的拆分逻辑是 按照项目进行划分的 部门下可能会有多个项目 我们确保每一个项目 可以对应一个独享集群 因为同一个部门下的两个项目 一般会有两个不同的项目组维护 如果相互之间出现了资源强占 也不一定能够快速地完成自动降级 我们索性给每一个项目都构建一个独享集群 因为集群构建过程是全自动的 所以人力投入层面很低 而集群和项目一对一的一个对应关系也非常清晰 方便后续的统一协调和管理 到这里我们架构分层图也就剖析完了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分享内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